欢迎大清台湾星光大道 明云哪的中场会呢 今天主要要讨论有关于 县市升格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 另外对于就扁专案小组的具体行动方案 到底会不会有结论 现在还不确定 要看他们会后的记者会 但是呢这个司法人权大会 一些这个台湾的本土社团 已经决定要办了 在下个礼拜要办司法人权大会 那主办的单位包括南社客社 908台湾国抢救台湾行动联盟 要在高雄办一个晚会 那这个晚会当中呢 邀请的来宾有扁妈 还有这个谢长廷 还有前台教会的会长蔡丁贵等等 特别强调的是说 他们不会邀请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已经发起了救扁行动 要联署来救陈水扁 本土社团还是不接纳他吗 我觉得这个演变都在我们意料当中 因为我一直讲说民进党 就停扁或是反扁 或者是路线的不同 就是一个木炭一个冰块 这是硬是把他绑在一起 也是貌合神理 相看良讨厌 那谁是冰块谁是木炭 不如不见这个不重要 可以到过来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不同 那问题是我先讲谢长廷 文家在节目里头都讲 其实谢长廷在大陆政策方面 是属于比较不反中的 但是你看这独派的团体 不请苏正昌反而请了谢长廷 这个我把这个留下来 给文家解释 因为这个首先讲说我把这个权利留给他 但是他们不邀请蔡英文 我觉得很好 因为不要勉强 因为这些独派的很激进 邀去的蔡英文又被呛响 他说叫主席来 你叫他软软的时候 害到我的冲劲 害到我的气氛 我本来就流到你来软 说的不行 不成为了这样清清采采采 干脆不如不来 那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讲也很好啊 因为本来我就是心里头不太认同 你们这一套的 我去的也很勉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保护主席 也有产生他的功能 所以本来就是不用说他搭车上的 本来就不错了 你说他搭车上座堆 搭车他在那里搭帮 又十年也生不肯 对不对 所以他就开始要搭车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很健康 不要装 不要大家搭车 对不对 不过蔡英文都已经要开始 旧沉水扁了 那独派还是不愿意接纳 他唱他的戏 他演他的场 这个两部冲突 不要恶脸相向 不要恶言相向 已经很不错了 欧蜜豆 真的 文家 我觉得独派是很典型的双轨策略 他不邀请小英去 那但是邀请谢长廷 他就是一个操作双轨 那在他们这一轨上面 他不邀请小英 就是要给小英制造压力 希望小英您那一个轨道 也要越来越强 不要只说一说 只说一说 不愿意去做 别人会开心 你不要只在那边联署 最好你是本人去换他里面 坐在那边旁听 代表说我的关心 所以这个双轨 本身不是一个 有分禁合集的意义 但也有什么 双轨彼此压迫的 那种意义在那边 所以我到 我觉得看这个问题 我会比较 对小英党主席打一关说 小英党主席 你挺得住吗 你从司法人权 有人在后面推你 你从司法人权这角度 你挺得住吗 你该不会进一步 直接到 到后来变成说 我直接挺阿兵 他没追 程序进入实体 我打这问号 我是丑话先说在前面 我同意 沈医师跟有比较直接的管达 了解小英主席 这个是我的判断 我推理 那我们彼此推理 我是打一个问号 那至于 这个沈医师乔劳起来说 要我来讲说 为什么 独派会接受一个骨子里 就是相对比较公平的 比较倾重的谢长廷 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谢长廷的 你与其说 我这样讲 因为谢长廷更了解 独派的脾气跟味道是什么 谢长廷知道 在关键的时刻 讲他们要听的假话 但是在真确的时刻 杀钱好就对了 杀钱好 知道什么时候 他在命 到一个 反正他会把他怯 怯给他欢喜 所以你看 他80%的地方 他是完全放松的 可是他知道 独派最关心的20% 他不放松 譬如说 开放中国学历 他嘴巴很紧 不可以开放 但是其他的地方 你如果说 开放之后 比什么就比较稠稳 比国民党就比较稠稳 我告诉你 但是他知道 他知道独派的朋友们 是注重什么 那种形式的台独 有几个关键性议题 你要把我水龙头锁得很紧 一滴都不准弄 可是他也知道说 有些地方 独派是 省了眼睛放在你 教练说独派很傻 傻啊 所以我说 你与其说谢长廷 有他很巧妙的地方 我也同意 但是这个巧妙也是来自于说 独派长期有他愚笨的地方 去给他吃死死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判断是一个双轨 还是回到更关心的说 台湾需要一个有意义 跟国民党足以竞争的反对党 小英党主席 你挺得住吗 会儿 因为我知道这个活动来龙去脉 所以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子 他是要从高杰的 他从高杰的案子 去推陈水扁的案子 所以故意找谢长廷来 这是高杰平反大会 他那天叫大家 故意去做高杰 就坐高杰一段 高杰没罪 所以阿兵也没罪 高杰就去通牌 连到没一堆后 结果最后没罪 其实那个还没定业 那是二审而已 而且警察官已经上诉 上礼拜已经上诉 到最高法院区了 所以这个 这个高杰无罪 叫谢长廷来 目的在这里 南社啊 2007年挺谁 是挺苏贞昌的 本来党内处也不能有提出文章 他去买手之后 就输输 不然南社也知道 含泪去支持谢长廷 那这个有两个蔡 就是蔡英文跟这个蔡守迅 在电风电台 一定给他电到没一堆 就刚才主持人也说 在北社 是姓蔡的都比较 这个我先讲蔡守迅 现在因为正新柱这个市委员 他的电台是什么 那架架架架架是直接 湊蔡守迅跟他们北部 直接请说蔡守迅你是要 洗老婆也要洗老婆 那郑姓柱继续让他讲 邝姓柱继续让他讲 邝姓柱 郑姓柱穿架架架架 也是邝姓柱的 他也是很像我说 就是说那个会想 对啦 我说这样是会上架不好 那蔡英文在地方电台 也去让他吵架架 那个主持人也都不自止的 就是打电话进来就骂蔡英文 蔡英文你是 你怎么要叫阿兵 所以我同意刚刚神医师讲的 蔡英文去要干嘛呢 尴尬啊 在北社室内的场子被呛 也就算了 你到南社到高雄去 还比较绿还比较煌的时候 在户外 许庆良之前是怎样 是被丢矿泉水保特瓶 那蔡英文之前有没有被呛过 所以蔡英文的这个联署就扁 觉得够不够 不够嘛 我们要告诉这些独派的朋友们 那个联署就扁是假的 刘毅宏也讲过 一百万人联署 阿扁也是不会出来 就谢唐廷得了票 五百四十万人联署 也出不来 所以联署是假的 他没有要救阿扁 他只要联署而已啦 这个力量不会给政府压力吗 没有什么压力 那是政府 你要讲法院 法院不会有压力 不会有压力啦 所以为什么 这个看清楚蔡英文的嘴脸 我补充一下惠文讲 那个民进党总统大选 南社是挺游锡坤 他并不挺苏贞昌 只是说南社有一两位 资深的社员 像曾贵海曾医师用个人名义 他们出来挺苏贞昌 所以南社基本上是绝对神律 那后来重点是说 民进党提名底定之后 他们也放弃当初支持游锡坤的 所谓神律台独基本路线 反而过去靠拢在这个 他们长期批判的 谢长廷的路线之下 我觉得谢长廷自始至终 倒是没变 变成是台湾南社 那种神律的基本教育 其实变动性也是非常的大 那高捷平反当然是一个名目 高捷的平反本身背后 就代表一种政治压迫 代表中国的台北城 相较于台湾人的海港城 那种差别的待遇 那其实背后还是有 高度的政治动员 他一方面平反谢长廷 可是最后还是要平反陈水扁 那我觉得这讯息是一连贯的 那如果从这个 刚才惠文讲说 小英如果去南部会被丢水瓶 我没有这样讲 有可能会被 我讲的是许信林 她是之前许信林被丢过水瓶 小英也应该知道那个风险 她去那个地方 面临的那个群众 面对面那种挑战 那绝对是很强大 所以我还是回答说 真的小英要挺得住 要挺得住 人家没请她 她如果顺水推出就不去 为什么要挺得住 她说在她的轨道上要挺得住 那绝对没问题 这个我保证绝对没问题 还是说她学那个布希接鞋子 练习接保特瓶 接好之后就可以去 曾老师 刚刚那个陈文先生提到说 他们这两在这个绿的 是冰炭不能相融 可是硬要融在一起 我觉得 蔡英文自己本身要做决定 517严格讲 对她来讲是非常好的形式 走正常的路 该切就切 该清就清 今天大家能够寄望说 民进党输到这么惨的情况之下 然后因为你蔡英文接掌 短时间一年半载 然后就忽然就赢了 然后在选举能够 人家没有这样期待她 那她自己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 是她自己没有远见 没有理想 如果说从一个民进党再生重启 你就是要跟路线要给她发的很清楚 你到底这个基本教育派对 还是你这个路线对 你就走上去 她这么多的妥协 上个礼拜说要去联署 你这个热联贴两屁股 人家甩都不甩你 照样就给你耳光吃 所以我是觉得说她措施最好的机会 你不把这个 这种道理就很简单 不要想东想西 该切就切 你应该让说五年十年之后 人家回头来看说 你蔡英文做这一步到底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跟独派好讲说 我们来谈 谈得成就谈 谈不成就分 不要这么搞这假动作 忽然间为了这个压力就停一下扁 你从她这种非常技术面的 不从根本面着手 我是觉得说可惜了 五一七 那么好一个场面 让她把气带起来 自己把它消耗光了 我是觉得就是她教的事情 如果这样子 大家就更知道说 台湾反对势力绝对不可以寄望 不管是从基本教育派 还是从民进党重申 这个势力是没有救的 大家看清楚这一点 另外去寻找一个新的反对势力 放弃 我是觉得最好的一个选择 希望你好吗 飞票运动 飞文现在已经被推攻 推要选总统了 我们来插播一个最新的讯息 特征组今天为了要追查 二次金改的弊案 约谈了吴淑珍 不过这一次不是就讯她 是在最高检进行征讯 就是吴淑珍到这个最高检 去接受特征组的约谈 这是一个最新的讯息 另外呢 有关于表案的最新发展呢 今天陈水扁出庭 而这两天呢 密集的出庭当中 她一直跟她的公社辩护人 曾德荣反映一件事情 希望这个视线的速度 能够快一点 经过好几个月 都没有结果 套句那种法律的谚语是说 你要迅速的正义才是正义 那如果是说 如果说拖了太久了 那我譬如说这个案子 都已经电论完毕 还是说已经都判决了 那你在视线出来说 哪里程序有怎么样的话 那是不是就已经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法律的谚语 叫做迅速的正义才是正义 刘大哥 我听到贵 没有咧 我就听到出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但是我没有听到迅速的正义才是正义 不过这个当然反面来解释 是可以这样子 那大法官这些大法官 能看到大法官 当然是不止法学素养要够 这个脑筋也要够好 他如果能做解释 他当然能迅速做什么解释 他如果有益托 他一定有 他脱的道理在里面 其实说这个如果做出解释来 他假如这个官司 非有这个解释 才能达到正义的话 他这个解释很快就会出来 但是呢 他觉得我这个解释出来 说不定反而会引起很多争议 然后会让陈水扁 借着这个解释 又引起很多政治的纷绕的话 我倒不如慢慢来做解释 就是在拖 因为大法官会议 他的大法官他到底要怎么做 他这个案子有没有算久 就是说从他提出视线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视线文 视线要视线久的事 也很多 他看大法官其实他看他的时效性 有些需要迅速做解释的 那一时来不及的 他可以做急速处分 他如果没有做急速处分 他也没有限定大法官 要多久之内做出解释 没有 不过刚才这个辩护人说 迅速的正义才是正义 他讲的这个时间点是说 如果你等到一审宣判以后 才来做解释 那错的 他的前提是说 我要求做的解释 你大法官就接受 照我这个道理 做出我所要的解释 没有他也可以做 不同意他的这个解释 但他讲的是说 有道理啊 程序上面如果一审都判完了 你才解释说 之前的这个法官是有问题的话 不忽啊 我是不同意刘一宏这个观点 他把大法官讲得多神圣 然后多高明多英明 在那边考虑都考虑 他们真的是为公考虑吗 是按照法理的考虑吗 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 一些利益的考虑 不要讲那种话 我是觉得大法官 你该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嘛 该按照一个办事 有个时间程序 你说什么他英明 前证不是要一个解释令下来 搞得鸡飞狗跳 那些都来不及假释的 还关在里面了 你说他多英明 不要帮大法官神圣 这一 怎么解释 最后不解释令下来 说叫人家放出来 叫人家放出来 叫人家放出来 结果我来到兵兵叫 大家都不知道 忽然间他就出来了 你说他考虑多英明 考虑多周朵 不要帮这些大法官美言 这些大法官我是觉得 从将来历史进他们功过 都很糟糕的啦 可是刚刚那个 曾总讲得好 你自己也是法界人 要不要辞来的正义 但是不要只有这一件 法改应该多发出这种声音 我今天就光看到两个新闻 陈菊在当那个 老委会主委的时候 三万块 说什么是从老保局那边 拿去报 结果我今天刚刚说 北极组查了快三四年说 这几天才把他移送 你查这么久哦 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还另外跟陈菊有关了 说他们在这个 上次在选举的时候 跟黄俊英告来告去这个事情 宣布说不给他起诉 你看我们就减着干 两年多前的事情 你说这边什么辞来正义 另外那些 北极组在调查教会 差三年多 他在做老委会主委的事情 到现在才移送 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可以再好好的 比照再两年多 才来决定起不起诉 这种事法的速度 你都是我给他记者 你不能带这些我给他人说话 那个曾德龙至少还讲点话说 不可以拖这么久 我觉得应该这种生意多一点 给大法官压力才是对的 村琪他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大法官 假如说认为你这个程序有问题 要赶快我这个解释出来 才能救济的话 我认为他会很快 所以他就是认为这个程序没问题 当然是 当然是这样 他今天会解释出来 你这个换法官 违反法官的法定原则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陈对梁一直催 所以大法官如果各有鉴定 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的话 他也通不过 所以就是里面有人觉得有问题 有人觉得没问题吗 对嘛 他有的相同意见 有的不同意见 但是他要达到一定的数目 他才能这个解释才能出来啊 你不是前后矛盾吗 你说有紧急性 可能一周就做出来 这个跟比如说 点案这个视线案 有点严重 说真的 你如果已经没跟我摄摄的 也拖很久了 也试很久了 有同意的话 大家有共识的话 很快就解决 没有共识就会偷很久嘛 所以这个就是大法官里头 有人认为换法官有问题 有人认为没问题吗 我不敢说 我觉得他们两个 其实没什么矛盾 因为阿伯本来就是 政治化他的案子 那要求视线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他一厢前面 认为视线的结果 对他有利 不一定啊 所以真的 他真的是太不识台举了 也许不迅速做处理 就是反而对他好 迅速处理出来了 他一看是吗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 我就比较不同意 局长的话 因为这些人认为 这个时候不处理 就是最好的处理 你看那个政客 互相骂来骂去的时候 我有去按零 你也去按零 他按了一大堆零 你看有处理吗 都往往就不聊了 不处理也是很处理的东西 最好的处理 所以就跟民意党要审 这个陈雪扁的再入党是一样 就一拖再拖 请假再拖延就对了 就只要搁着就没事了 你们这标题 曾德龙是那个 主任公社编护人 他有讲是他的意思吗 他说迅速的正义才是正义啊 轮得到他讲话吗 他是公社编护人 公社编护人 他不应该发言 不是律师角色吗 他是律师角色 他不应该发言 然后 因为以前郑文龙洞一直发言 为什么 你为什么讲 因为他是公社编护人 公社编护人 不就是律师 可以啦可以 我认为是不行 那也谢谢各位的高见 我认为是不行 那他会在二楼讲话 因为他以为不会被收音 所以他就讲话了 那这样的采访是不道德的行为 一定有记者把麦打开 放在包包里 然后他不晓得就被录音了 不应该了 特征组 陈云南 那平面也可以写啊 就听到的话 平面也是可以写啊 把一个那个 你应该很清楚 平面跟电子的差异 影响力不同 特征组 陈云南 曾经讲过 说特征组没有无障碍设施 所以不传无俗争 失去就训 那个时候我就讲了 我说最高检有啊 就进去最高检 一切恢复正常 所以为什么卓飞进市 为什么 所以你看特征组改变了 侦办的 包括 陈兴宇被移送等等 表示什么 表示特征组的压力来了 本来他没有要 没有要这样处理 二次惊改 现在约谈吴淑貞 那不如不要查了啦 你根本本来就没有要约谈 吴淑貞的身体变好了 还是特征组忽然醒了 这种单位还能办案吗 都是忽然想起来 原来应该你可以来的 我不应该再去保来救训你 我应该把你 把你传到最高检来 现在住到人文首席去 是不是特征组不想去高检 有可能可以趁他开庭的时候来 没有必要这样办案 不过他如果你刚才用特征组 醒了这个事情来形容他的话 表示他是醒了 要开始认真积极的办 他是压力来了 他不是醒了 保护部的压力 不管有没有压力 就算有压力 卓菲尔金氏 难道我们不需要给他鼓励一下 不是不是 省医师不能这样看 因为他是错的 以前是错的 以前错的 移送程序是错的 因为你办案单位你有压力来了嘛 你政治的黑手介入了嘛 陈聪明跟特征一般二般的人 本来没有要办程序伪证的啦 我在踢台会是这样讲啦 我跟你说实在 所以上面有压力叫他要办 刘亦宏都不方便讲 照我来讲啦 那手插进去 那一看就看得出来 我主持人 我看得出 我看得出来他看不出来吗 我看得出来他看不出来 他有时候是有一些事情他不推论的 不是这不是推论的 我都看得出来他一定看得出来 他不方便想 我们先切割完 就是说有没有手伸进来这件事情 先假设有好了 就是假设没有手的话 你觉得特征组该不该自己办 他们应该自己行 特征组本来不想办就不要办了啦 这个单位不能再办案了 我的我的 我这个这方面可能就跟益庸兄的 看法不一样 这个单位是不能再办案了 那怎么办呢 特别条例再度的出现了 我们先去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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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去文告